各位聽眾,各位觀眾,各位網友,大家好 周年日系,在英國駐香港總領事館門外出現的花海和人海 當然會引起很多人不同的解讀 不少人認為這次不只是崇敬英女王 對他的去世表示哀悼那麼簡單 是一場香港人的集體政治表態 是對往壓抑了那麼久的一個宣洩 亦都是對今天越來越差的一個政治的經濟的民生的環境的一種抗議 我想不需要我說,建制裏面的人都很靈敏的 他會看得到中央政府對這個問題怎麼看 當然是不是未宜 有些網上的KOL已經開始發炮了 這些人是不是戀籍呢 屬於這個中聯辦的大公報有一篇瑞評 他的作者處名文章叫李繼婷 《從英女王逝世向香港的去植法》 這些文章當然引起不少人的關注 有些外門一定有轉載的 大概是這樣的 他說英國女王伊莉莎白二世世世世 引起世界各地的關注 在香港一些人去到英國總領事館外排隊吊宴 館外還有一些人買來鮮花月餅自製 極個別人士甚至單膝跪地如桑巧比 反華媒體對此大作文章聲稱 反映了港人懷念英殖民統治雲雲 事實上有上述言行的人只是極少數 絕不代表香港社會 而反華媒體顯然就是進行了另類的政治宣傳 然而這個現象只是值得關注 因為他說明了香港做一部分人抱有根深蒂固的戀籍心態 香港的去殖文化還有不少工作是要切實推行的 他說這篇文章就說 有些人帶同鮮花去悼念 一些外國媒體對此大作文章 大批港人哀悼英女王 專訪了市民聲稱 對女王表示尊敬感激對香港的貢獻 還引述黃絲的時事評論員 稱英女王勢勢勾起港人對英殖時期的緬懷 感激香港今天變成這樣 特別是曾經建立的文明 人權、民主、自由 都大幅倒退云云 然後就說這群人的目的就是 替殖民統治洗白 為愛國者治港抹黑 可謂居心惡毒 還有一段很過癮的 事實上去英國總領事館的人雖然有 但談不上是反映香港社會的心態 絕大多數香港市民對此 當作一宗普通的新聞來看待 跟著 那些去到 治哀的既有出於禮節性 也有出於簡單對女王的尊重 甚至有追星的性質 本質而言 這些人向英女王治哀 反映只是 少部分香港市民的心態 絕不代表香港社會主流 英女王早已不是 港英管治時期的英女王 英國也早已不是 1997年的英國 反華媒體幻想的港英遺民 佔香港社會主流 不過是可笑的自我意飲 我覺得這篇文章真的很可笑 可笑的原因是 我相信寫這篇文章的人 根本就可能不是香港人 即使是香港人都好 也不是住在香港很久 他知不知為何我們 叫英龍為仕頭婆 他覺得那麼親戚 他覺得那麼親切 但是他這篇文章很明顯 是一種基於一種 我認為出於妒忌 出於覺得很不安 如坐針尖 那麼多人去的 所以強調這不是社會主流 他永遠都會覺得 社會不是社會主流 50萬人上街不是社會主流 因為有600萬人未出來 100萬人上街 都不是社會主流 因為有650萬人未出來 200萬人上街 都不是社會主流 因為有550萬人未出來 什麼叫社會主流 要750萬人 沒有一個遺留上街 才是社會主流 但是他又覺得 特首選舉也好 立法會選舉也好 投票率這麼低 特首選舉 來來去到千多人 選出來 他覺得那些是社會主流 有民意的代表性 有香港人是代表香港人可以選特首 他的標準當然不單是雙重標準 是多重標準 這種呢 他指控香港人有戀直的心態 這樣 那我就覺得 這一點不奇怪 香港人戀直 有什麼奇怪 為什麼要戀直呢 有些網上的朋友經常都說 都是學人的 都是叫做 義務學舌 這個不是戀直 這個是崇優 當然是 網上有些 才子 有些KOL說 戀直與崇優 什麼叫做優 什麼叫做劣 這個就是 大家會見仁見智 當然在這個建制派 這個左部來講 覺得殖民管治一定是劣 怎麼會是優呢 英國應該是一個日薄西山的國家 怎麼會是優呢 那我又覺得是 你說香港人懷念 殖民統治是崇優 這個說法 倒不如 我覺得他又未必去到這個層次那麼高 只是覺得英國的管治 尤其是我這些成長的80年代的人 覺得是黃金時代 到今天 覺得金飛適比 香港越來越倒退 只不過是一種很樸素的 覺得以前好過現在的想法 覺得現在那種 受壓迫 自由受到剝奪 人權受到踐踏 法治急急可危 跟港英時代比較似乎 相差大折 是那種這樣的感覺 他憂不憂 哪些是憂哪些是劣 其實可能不是很細緻的研究 不像一些才子 又或者一些KOL 有這麼深的含意在裡面 只不過是一種很直覺的 過往以前好過現在 現在搞到大家雞飛狗走 要離鄉別井 原因在哪裡呢 這種是所謂與其說他是戀直 與其說他是懷緬英治時代 不如他講了他對現狀的不滿 這個很重要 很多人都說了 其實英國的殖民統治 有什麼好呢 你看一下非洲 BBC BBC就是 英國 你不可以說是官方電視台 是一個公營的廣播機構 它有電視 有這個電台 好像 這個RTH 香港電台 就是這樣 他有一篇文章是說 究竟英女王在非洲 這個就是他去世之後 非洲人是怎樣看他呢 他在非洲留下一個怎樣的遺產呢 非洲如何看待殖民時代的女王留下的遺產呢 那個訪問就講了很多有關於 就是非洲在英國殖民地那個年代 有不少個國家 是受盡這個剝削 受盡殘酷的對待 甚至有殺戮的情況 也就是縱容某一些的 當權的有武器的人 去將其他的部落呢 有這個種族滅絕的行為 那麼有些非洲的國家 回憶起來是深惡痛絕的 那麼也都有人提出 就說這個 這個說 在女王頭上面 的皇冠或者首帳的皇冠呢 其實在非洲那裡是搶回來的 譬如說 非洲之聲 真正的主人應該就是南非的人民 這個非洲之聲就是 是四億美元的鑽石來的價值 就相在哪裏呢 相在這個皇冠上面 加冕時候的皇家權杖上面 這個是價值四億美元的 那麼對於南非來說 很重要的 可以足夠支付七萬五千名學生 高等教育的費用 那麼也都有人說呢 就是印度 印度都是說 伊利沙伯女王呢 就是她那個 就是最大 英國皇家皇冠那裡 最大的鑽石呢 是來自印度的 那就是這個殖民者的掠奪呢 對於這個非洲的國家 對於這個亞洲的國家來講 他們是幾億猶新的 對於女王作為這個國家最高權力 就是這個元首 虛位元首的象徵 大家未必覺得是會悼念她 當然也都有一些非洲的政治人物 就說 殖民統治就還殖民統治 女王這個人是值得尊敬的 所以他們都覺得她的世世 覺得很遠色應該悼念 在非洲 那個感情是很複雜的 會記住 歷史在殖民時代 對非洲人民 對可能是印度人民的壓迫 大家知道印度獨立的歷史 姓洪甘地 和英國的殖民者的周算是怎樣 大家讀歷史都知道 今天當然她 說感情複雜就是 既有記住這種血腥 殺戮和壓迫 亦都有記住英女王 這個人 作為一個人 她對於 英國 或者對於殖民地人民 一種 關懷 一種 感召 究竟是怎樣 所以她的去世 都在非洲會引起一些悼念的活動 都會為英國王的去世 表示遠色 今天我和小王子做節目 有一個住在外爾蘭的香港人 打電話來 我覺得她也說了外爾蘭和英國的關係 外爾蘭 記住不是北外爾蘭 北外爾蘭就是 在外爾蘭 就是 在一個獨立 就是脫離英國的殖民統治 這個過程裡面再分了出來 現在仍然是英國去管 那裡有另一個問題存在 那位聽眾 她說到其實外爾蘭人 和英國人之間 她用四個字來形容 是血海森手 因為英國在統治外爾蘭 這個殖民統治的時候 對外爾蘭人是 傷害很大 不單止對他們進行 甚至她說 有殺戮 在這個 打這個獨立戰爭的時候 在統治期間 她也要消滅外爾蘭的文化 不讓外爾蘭語 在主流的教育 或者其他媒體上出現 所以 有一段很長的時間 外爾蘭語幾乎是消失的 外爾蘭獨立之後 就需要重新恢復外爾蘭語 出盡很多方法 狗牛耳父之力去做這件事 所以外爾蘭人 對英國人 一向的關係都是很惡劣 到今天那個仇恨 仍然都是被記住的 被記住 但是英女王 亦都去過外爾蘭訪問 但是外爾蘭人 外爾蘭現在政治人物 都對英女王的風采 對英女王 即殖民統治 英國殖民統治期間 禁住外爾蘭語 即英國 英女王在演講的時候 一開始 開場那幾句都是說外爾蘭語 當然想得他們很好 記住 英女王 其實不是 當年殖民統治 對於外爾蘭 殺戮也好 或者禁止外爾蘭的文化 的一個推動者 他只不過是 英國國家的元首 是一個象徵 他在位七十年 很多的政治上面 都已經和解了 記住 這件事 又不是當英女王 是仇人 那這位聽眾 提醒我一件事 其實我都想和大家分享 就是 我很有趣 就是 在世界上 雲雲 那麼多殖民地 被英國的統治 殖民地 其實 過往那種 迫害 殺戮 搶掠 掠奪 盜竊的行為 往往令到這些 獨立了的 前殖民地國家 的人民 記住這一種 對英國的歷史 甚至是憎恨英國人 有的 到今天仍然存在 唯獨是香港 很特別 香港人 沒有憎恨英國人 沒有幾多人是憎恨英國人 也沒有幾多人是憎恨英國的殖民統治 反而當英國要退出香港的時候 香港人 是會露出他們 依依不捨之情 這個和左派 和建制 不停地去 真是抹黑了 抹黑殖民統治 怎樣壓迫 香港的人民 怎樣掠奪香港的資源 香港人說是嗎 我們不覺得 我們會記得什麼呢 就記得在 七十年代以前 香港政府那種不作為 那種貪污腐敗 那種民不聊生 真是房屋 這個教育 還有我講過很多 醫療 勞工政策 全部都是不行的 很不行的 貪污得很緊要的 是麥理好例 成立了廉政公署 然後才慢慢改善 反而我們記得這些 但是我們更加記得 殖民地時代的種種的好 為什麽會 香港人和非洲的人 甚至是和愛爾蘭的人 對於英國殖民統治的看法 有天淵之別呢 這位聽眾提得很好 一點 我很同意的 其實我忽略了 不過我一向都是講 香港為什麼 香港是什麽來的 其實 香港是一個藍來備秦的安全港 香港開始的時候 不很多人 只有幾十萬人 是49年之後 人口才砰砰的聲音 然後就歷史中國大陸的政治運動 包括這個 三反五反大躍進 反右文化大革命 然後就 很多人 在大陸 頂不住大陸的政治運動 用自己的方法 偷渡來香港 香港也是用一個抵擂政策 你到了這個市區 你就可以有定居了 可以有這個身份 很多人用這個方法來香港 他們來香港是要找一個 安全島 找個安樂窩 找個安身立命的地方 他目的是逃避 中國共產黨的統治 他來一個殖民地 來一個殖民地 去找他的安樂窩 最典型的例子 就是 錢穆 最典型的例子 錢穆是中國的漁學大師 在中國大陸已經有名氣 他跟很多有民族主義色彩的一些國學大師 很不同 他選擇離開 選擇離開 有些國學大師 選擇留下 有些選擇跟蔣介石去台灣 唯獨是錢穆 選擇離開中國大陸 沒有去台灣 要來香港 來香港 去衝個教育 去推廣 他的儒家的文化 新儒家的文化 他覺得 中國 中華民族 花果飄零 留在大陸 完全沒有用 留在 去了台灣 可能會一樣 會受到不自由的制度的限制 他選擇 英國殖民地統治的香港 他覺得來到這裡 然後才找到他的發展的方向 發展的空間 你覺得是否很奇怪 他選擇一個英國殖民地的地方 去推廣中國文化 好了 全目沒有選錯 他真的做到 雖然他在經濟上面 他學校是很簡陋的 我是新亞出身 說回新界歷史 當年桂林街 很簡陋的 很少人的 學生要睡床板 沒有宿舍 幾個人起家 於是慢慢發展成 一個新亞書羽 然後再融入中文大學 當然融入中文大學 也有很多爭議 但是他沒有選錯 就是港英政府 沒有對他們辦學 沒有對他們推廣中國文化 沒有對他們推廣儒家的文化 有任何的干預 讓他自由發揮 這就是英國的特色 於是他真的做到 他想做的事 我覺得這一點 對於 為何香港人 沒有憎恨殖民統治者 沒有討厭他們 大家要問這個問題 他戀籍也好 不戀籍也好 至少我們不像非洲 不像愛爾蘭 對於英國的殖民者 會覺得有 黑骨銘心的仇恨 你煽動這些仇恨 煽動不起來 這些左派 這個黨媒 煽動不起來 是嗎 他們壓迫我 很厲害 也說一些 覺得很可笑 就是 你看看殖民地時代 哪裡有民主 你們殖民地時代沒有民主 你又不去爭取民主 為何要回歸了之後 在特區才爭取民主 特區給你民主 我們特首的選舉 產生 立法會的選舉產生 這個非常可笑的宣傳 殖民地時代沒有民主 我們沒有爭取民主 誰說的 我採訪過高山大會 要求八百直選 八百直選不是民主 是嗎 是呀 總督不是 在英國派來的 我們沒有辦法選 我們沒有提出要選總督 我們希望可以直選立法會 當年 沒有爭取民主 現在的特首是由選舉產生的 不要笑大人的口 立法會也不是選舉產生 篩選又篩選又篩選 指定候選人是選舉產生嗎 有時這些宣傳 根本沒有任何實質的基礎 說出來只是令人發笑 所以香港是不同其他殖民地國家 香港人 對殖民者是沒有什麼反感 不單止沒有反感 是對某些人是有相當好感 例如不少人在麥理浩年代 對麥理浩很有好感 高魯麥我們叫他高魯麥很高的 很有好感 覺得他真的開唱了 香港善治的先河 善政的先河 大家都懷念他 他現在不在這裏 回到英國 據悉 都是一個普通人 還要坐巴士 在倫敦 對英女王很有好感 覺得他風采 像一個磁場的麻麻 為何對英國人有好感呢 因為香港進入黃金時代 由七十年代到七五年來 七十年代的終極開始 即是麥理浩年已經來到香港 是英女王開始 他來香港開始 當然大家有個美麗的誤會 政策不是他定 我經常說 但我們對他有好感 因為其實 距離香港 那種親民 那種和民眾 夠膽和民眾 近距離接觸 即是三尺都沒有 然後有人摸到他 讓我們留下一個很深刻的印象 又是金色對比 認識別人可以這樣做 一國之軍 真是一國之軍 還有現在 哇 中央領導人來香港 如臨大敵戒嚴 這樣 烏映都飛不進去 是吧 和官員接觸 有好數位 所謂各界人士接觸 起碼沒有三十尺 都不敢見面 金色對比差那麼遠 但是那裏是一國之軍 為何會這樣 為何會這樣 好感就是這樣來 是不是 就是這樣來的 你說這群人什麼 戀直還是不戀直 我覺得是廢話 沒有意義的 這個討論 只不過是覺得 往日的種種的好 和今天的種種的差 做一個強烈的對比 僅此而言 更何況大家記住 香港人是怎樣組成的 香港人是逃避 中共的統治 上一代幾乎全部都是 但是 即使今天這群擦來擦到 上胸口的建制派 拿人的鞋底 拿到津津有美的建制派 他們的上一代 都是避巡南來的 大家要記住 我不是說全部 很多都是 香港人口結構就是這樣組成的 那他有沒有 有什麼 因為他要在一個殖民地 去尋求一個安身立命的地方 那這群人自幼 在一個氛圍下長大 那你看看 他們怎麼會不會懷念 英國殖民地統治呢 他的懷念是對比今天 越來越差的 政治經濟民生的環境 或者文化的環境 人權的環境 法治的環境 僅此而言 又何必大驚小怪呢 有些聽眾就說 你不要將這件事這麼政治化 特區政府聽了你說話之後 可能他會報復香港人 第一 這位聽眾 還有後面的說 我以後不會聽你的了 你亂說 第一你過獎我 我不是我第一個提出來這些觀點的人 第二 政府不會蠢的 我經常都覺得不會蠢的 有些人說 你不要提醒他 你不要教授他 廢話來的 我提醒他就教授他 要靠我來提醒他 當然不會 第三 不是我看到這個現象 很多人都看到 很多人都說 只不過我可能中後得比較厲害 比較容易令大家明白這個意思 這種情況 我都說如果繼續 到明天 又是要上班的日子 都是這麼多人 都要等幾個小時進去的話 可能會搞多少動作 現在聽說不准進去香港公園那裡排 不知怎樣排 開始搞這些小動作 他務求是將那些人去 悼念這個畫面 這個畫面對於他們來說 覺得很難看 但對於香港人來說 覺得後人當然很好 這個畫面縮到最小 他務求做這件事 因為他交代不了 他向他爺爺交代不了 不是吧 這樣的 現在的問題就是 別人帶條道理 我講過了 李家超不去 他簽調原冊 找了陳國基去 政務司司長 習近平不去 就找王歧山去 即是緊跟 你六拜九又去了 這個掃把頭又去了 然後梁君彥又去了 那香港人我去有什麼問題 你能進去我不能進去 然後陳方生又去了 港英時代的前高官我相對陸續都會去 這個變成香港人的集體表態行為 這個真的 沒有問題的 難得有機會集體表態 難得有機會安全地集體表態 幾大都去做 我知道有些人去了兩次 甚至去三次 好了 暫時經到這裡 繼續支持我Pitro人 繼續支持我深席有塊頻道 多謝你們收看 再見 多謝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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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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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